各位观众朋友 球迷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 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的赛事直播 大家好 我是毛正宇 在今天晚上的北京公安队将会客场前往苍州体育场来挑战苍州熊狮 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足球解说顾问王长庆之导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 长庆之导您好 主持人好 电影机器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在刚才的天天体育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围绕着北京公安队今天这场比赛的赛前准备 包括排兵布阵给大家进行了相关的前瞻 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其实就是在左后位的位置上 因为姜文豪的受伤现在出现了人员上的变化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从这个赛季公安队两任主帅阵容的这种每轮都变 这种不确定性到现在连续三轮比赛至少我们在大的这种框架上是保持一致的 是不是教练组现在也在赛季到了中后段的这个阶段 找到了最合适我们的这样的一套首发阵容的配置 确实是 我觉得认为一个一个漫长的联赛的这种赛制 包括赛季来说有一套稳定相对来说稳定的这种主力框架主力阵容 我觉得对于最后的成绩还是应该说至关重要的 所以能够尽早的确定一个大的最起码我觉得九个人左右的这种主力的框架 其实是还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是24轮了 应该说之前的只有一轮的比赛是同样的首发阵容 所以像这种可能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多 但是随着可能新教练的到来 对于每个球员更加的了解 我觉得稳定主力的这种框架其实是应该说非常有必要 那反观我们的对手苍州雄狮 这个赛季苍州雄狮的比赛看的也是相对的比较多一些 他的主力阵容的框架恰恰在赵俊哲指导的调教之下 他打的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 首先他的阵容你不管是叫他541也好 或者是管他叫343也好 他始终打三中位 然后两边配备两个边一位 进攻线上他更多的要靠自己封线的外援三叉戟 然后后场向前的连线交给史克里奇 中场王鹏朱可夫两人负责拦截 他的这个阵容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晰稳定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赵志导把洛卡迪亚放在替补席上了 然后用奥乌苏再加上奥斯卡 再加上马甫瑜三个人打前锋首发 这个变化会在场上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不是有客观的那种因素 因为可能是连续作战是不是有这种小的伤病 教练员还是我觉得认为 还是希望能够对这种应该说田击赛马这种方式 可能对强队来说血藏一些主力 或者是后发制人的这种 应该说教练组制定的方针 我觉得还有是有一定的关系 再有一个我觉得今年的苍州队 应该说非常明确 其实在赛季初他就是保级球队 我今年而且现在应该说现在的积分 我认为其实保级应该说基本算成功 虽然但是呢再有一个呢 就是也就是说现代足球的这种踢法 虽然是午后卫这种踢法 但是现在随着在进攻或者是球在中场 或者中前场这种变化 我觉得这种阵容上的变化 阵型上的变化 现在也是非常的多种多样了 而且不是原来那种午后卫 就是死守的这种午后卫 所以现在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两支球队的球员已经在球员通道之内就位完毕 这场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下面的时间呢 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苍州体育场 来看一下双方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位观众朋友 球迷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 为您直播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 北京国安队在客场挑战苍州雄狮队的比赛 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 来到苍州体育场的球员通道 双方球员已经是列队完毕 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赵宏略和张成栋 两人也是相识已久 在赛前亲切的寒暄啊 这也是两个队的分别的老队员了 北京公安队的替补席 今天这场比赛 李磊坐在替补席上 另外呢 像德索萨呀 阿代米呀 两名外援球员也坐在球队的替补席上 除了于大宝 赛前我们的前方记者介绍 殷商 没有跟随球队出征课场之外 其他的球员也是悉数 跟随球队来到了苍州的课场 双方的球迷此时此刻都已经是 大建起了围巾墙 来为自己的球队撞行助威 双方球员缓步入场 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因为苍州离北京还比较近啊 所以应该说大量的 应该说我们的球迷 能够出现在这个比赛的场地 裁判组拿起了 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官方比赛用球 稍后呢 皮球将会在苍州体育场的草皮上滚动起来 双方将会围绕着他 展开90分钟的争夺 为了胜利的争夺 远征号 这是官队的球迷所举起的旗帜 我身边很多官的球迷朋友 在这个周末会选择一日游 比如说我白天出发 下午到达 然后呢 在当地吃吃喝喝逛逛 晚上看完这场球 有的连夜回来 有的可能我住一晚上 明天再回来 对就当应该说自驾游了 哇 苍州齐大内 这个说的是施克里奇啊 虽然施克里奇的位置 要比齐组打得更加靠后 但是对于苍州的球迷来说 这个是后制的中场核心 确实是球队进攻的枢纽人物 而且好像这个发型也比较像啊 双方的球员在场内已经列队完毕 接下来是赛前奏唱国歌的仪式 请不吝点赛前奏唱国歌的仪式 不吝点赛前奏唱国歌的仪式 奏唱国歌的仪式结束 接下来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镜头也是在双方的主教练之间 做了一个切换 赵俊哲指导和国安队的主教练 苏亚雷斯教练 这也是这几个赛季 中国足坛各支球队选帅的代表性人物 在后金元时代 大家都不一同的选择了成长型的主教练 要么像苏亚雷斯这样 可能在大家传统意义上 他并不是名帅 但是俱乐部高层考虑的是 他的战术 他的实用和他的用人理念 而赵俊哲指导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 前知名球员 在拿起了教鞭以后 也都在证明着自己的能力 同时也在不断的成长 包括其实我们的裁判队 也是涌现出了很多很多这种年轻的裁俊 刚才看到的是北京国安队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 一会儿结合着场上的具体位置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更加详尽的介绍 赛前双方的队长来进行挑鞭 张希哲 史克里奇 这都是各自阵容当中的组织核心 本场比赛的当职主裁判是王靖 两个助理裁判分别是国景涛 还有吴明峰 本场比赛的第四官员 由梁松尚来担任 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石真路 视频助理裁判的助理是杨南 本场比赛的裁判监督是陶然城 这是苍州雄狮 今天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 后防线上郑凯木 一会看一下王鹏和史克里奇 两个人在场上具体的位置 因为苍州雄狮这个赛季之前 是把史克里奇放在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上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是打三中位在中间的那个 然后进攻的时候 史克里奇会往上压上 所以这个是苍州雄狮中后场阵容的一个变化 一会我们再看一下 赵俊哲指导 之前在中超联赛当中 执教的经验并不算丰富 他曾经担任过球队的经理 然后这个赛季 从老帅萨布利奇的手中 接过了苍州雄狮的叫边 一开始 大家对于他执教这支球队 这个赛季的前景 持不同的态度吧 但是赛季打到现在 23轮 球队稳居第10名的位置 积分比上虽然不足 但比下绰绰有余 应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赛季的指教目标 对 其实他们我认为 今年的转折点 其实上半年应该说 前10轮 在10轮左右的时候 第7轮 也是压力非常非常大 应该说好像是我记得 应该是 课场还是主场 打三阵那场比赛 应该说取得最后取得了胜利 而且是逆转取得了胜利以后 慢慢缓过来了 当然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 这个对手同样是赛季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转折点 北京国安队这个赛季呢 是在前七轮的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 进攻火力不强 被球迷们所诟病 前八轮 但是恰恰是双方在五月份的最近一次交手 那场是打出了一场进球大战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 为您直播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 第24轮北京国安队在客场挑战 苍州雄狮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我们非常荣幸的在演播室 请到了我们的足球解说棍 前北京国安队的著名球员 王长庆之导和我一起 来为大家进行现场的解说 长庆之导您好 大家好 评估下方给出的是北京国安队 今天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 国安队在门将的位置上是 1号韩家琪 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 23号恩加德乌和28号张成栋 左右两个边后卫 16号冯伯轩 还有27号王刚 中场6号池中国 23号李可 还有10号张希哲 封线上29号发比奥突前 左右两个边路 分别是7号江祥佑 还有17号杨丽鱼 那长庆之导怎么看 国安队今天这场比赛 这套先发阵容的排兵不振呢 我觉得教练还是希望沿用 应该说之前两连胜的 一个主力的一个框架 因为我觉得左边后背 因为是受伤 有意外 应该说冯伯轩顶替的首发 其他人还是应该说 坚持沿用这种成绩不错的 这套阵容 开场之后呢 苍州雄师也果然是 在两个边路来去做文章 这是27号马甫鱼 传中球给进去 形成了一个投球攻门 这球最后顶偏了 但是苍州雄师打 边路进攻的意图 应该说还是很明显的 体现出来了 对 而且应该说这场比赛 通过画面看 现场的草皮啊 草皮质量确实是 有一些问题 嗯 这个草皮呢 从昨天 其实就被大家所广泛的提及 呃 刚才我们的前方记者啊 马子俊也说 张成东踩场的时候 在跟他开玩笑 这块场地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场地经历了什么 但现在只能说 对于双方来讲 在这块场地上踢球 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吧 对 其实之前苍州的主场的草皮质量 还是可以 因为可能之前 嗯 这个暴雨啊 这个台风 还是对于整个草皮质量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很大的这种雨势 对于再好的球场 它也会有这种积水 苍州雄师呢 是在8月9号 结束了他们的上一个课场比赛 赢了大连人 然后接下 上一个主场比赛 然后接下来连续的两个课场 打山东和打长春亚太 两场比赛是遭遇了两年半 这两个课场比赛 跨越到现在 差不多将近20天的时间 但是也可能最近北京 连经经济地区连续的 这种阴雨天气 它这个草皮 一直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修整和飞幅 对 因为它有积水以后 就会应该说有这种苍藓 苍藓对于草皮来说 伤害者非常非常大 今天啊 奥乌苏内切之后的进攻威胁 应该很大 因为奥乌苏这个赛季 之前出现了几次了 他横向内切 然后起脚打球门远角 形成有威胁的攻门 所以今天国安队中场球员 就着力在防奥乌苏的这一下 对 当然在对抗当中 奥乌苏刚才对李可的犯规 所以也吃到了第一张黄牌 苏亚雷斯教练在赛前 也提到了草皮的情况 还是老生常谈吧 肯定得说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公平的 再一个就只能说这样的草皮情况 我们需要更好的去试 而且这种的草皮质量来说 我认为很难能够双方 贡献出非常 应该说有内容 精彩的这种比赛 而且比赛的节奏 我认为应该不会很快 那李可和奥乌苏相撞 倒地的这一下 治疗的时间相对的比较长 球迷也稍稍显得有点担心 赛季打到这会儿了 各职球队人员消耗都非常大 任何新增的伤病 都会影响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备战 从现在的情况 李可被奥乌苏犯规 然后经过了调整之后起来 看起来问题应该不大 镜头也是特意对准了李可 刚才被犯规那条腿 李可这球横向的转移过来 石克里奇的位置啊 今天还真是站在了后腰的位置上 郑凯木和王鹏刘洋 三个人来搭档中尉 然后朱可夫和石克里奇两个人打在后腰的位置上 奥斯卡在中间 奥乌苏还是打在自己习惯的偏左的位置 马斧鱼在右边 但是防守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马斧鱼回收的位置要比奥乌苏深 而且苍州几乎不会做这种高位逼抢 他只是不让你轻轻松的通过中场 冠队边路的进攻 这球直接打对方内部防区的身后 传中球我们请给 这球太靠近门匠了 对方的门匠少普亮出击 把球稳稳的拿到 苍州熊师队今天首发的门匠是少普亮 后防线上刚才我们介绍了 16号郑凯木 15号王鹏 还有23号刘洋 左边是3号赵洪略 就是现在持球的球员 右边的是17号朴士豪 中场的双后腰是21号石克里奇和19号朱可夫 然后进攻线上 31号奥乌苏在左 27号马斧鱼在右 10号奥斯卡突前 石克里奇今天的位置前置 要更加的接近 国安队的中后场 这也是希望他和进攻球员之间 能够靠得更近一些 对 打出更多的进攻联系 你看双方这种草皮质量 只能向前更多的这种长船 李可和石克里奇 两个人也是针对这个球权发生了一些争执 对立合上来 应该说遭到对方的一个暗算 苍州熊师队的进攻呢 还是尽量的要简洁化 他还是想直接通过石克里奇 或者是朱可夫这种中场球员的长船连线 就能够打关对防区身后的空档 去找他的封线上的两个外援 对 这球关键中球 蒋强又转过身来 传中球给进去 进去那第一落点 对方的防守球员抢下 然后王刚前抢和赵洪略 两个人撞在了一起 这球我认为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应该是赵洪略的防徽啊 对啊 这球吹的王刚的犯规啊 赵洪略停球 但是他这个球呢 第一下停的有一个蹦跳 对而且他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个 然后王刚从身后上来 这是主动我要把球权控制下来 然后参与进攻的 赵洪略那一脚就直接踢到了王刚的腿上 对这个没有问题 我刚才给他手势好像是那边啊 但是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赛前呀 算雷斯说的 这个草皮对于双方来说是公平的 对 就是这个蹦跳 相信以赵洪略的能力 这第一下的停球距离自己身体 那么高那么远 这个有点不太可思议 但是可能草皮有一个不平 这球一下子起来了 他自己也没想到 然后王刚上来抢球 张洪略直接踢倒了王刚 国安队获得了一个前场右路 靠近禁区边缘的这一球 这球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位置啊 看国安队怎么样来把握 张希哲来主罚 对方在中路也是集中了多名防守球员 就要抓住中前场这种定位球 国安队四个点 这球 乌龙球 比赛刚刚开场十分钟 北京国安队利用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张希哲把球直接打到进区的复兴地带 对方的防守球员忙中出错自摆乌龙 他很好开局 这个球踢完了之后 感觉刘洋自己也懵了 中路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国安队的一倍 而且像这种比赛场地啊 其实刚才要说中前场的定位球 是也许能够决定比赛胜负的 非常关键的一项了 这个球呢 希哲的主阀的想法呢 是我越过人墙 然后尽量的压低 看他是不是能够往 那个球门区前的位置有一个旋转 对 然后中路不管是国安队的球员 谁进到这个位置 有一个前冲的射门 但对方因为防守球员太密集 所以这球没钻过去 但是没钻过去 也恰恰误打误撞 让对方守在前点的中后卫刘洋 把球踢进了自家球门 自摆乌龙 对而且还是希望能够把球传到守门员跟防守人的中间这个孔当 这样的话对于北京官队来说 今天的这场比赛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开场10分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对这种蹦蹦跳下的场地 那就更需要球员在比赛当中精力集中 其实刚才我们看 赵宏列给应该说国安造成这个定位球 就是应该说自己觉得这个球 可能还是像平常那种滚动 虽然场地的条件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虽然是客场作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开场的这前10分钟的时间 北京官队还是打得很主动的自己整个战线前提 然后还是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之前的这个思路来 这球到了发表的脚下再给身后将享用 对方后方线的球员先出一脚 本球过快出来 奥乌苏在边路的这个位置 还是国安队的球员所要重点的去盯防的 这球裁判吹了国安球员的犯规 然后苏亚雷斯这边显得情绪有一些激动 给谁一张黄牌 不给的苏亚雷斯吗 不是应该是好像是队员吧 这场比赛呢 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 因为涉及到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后 国安队在联赛当中的一个排名情况 而且我们知道积分榜第二梯队彼此之间的分叉 确实挨得非常非常的近 对其实国安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开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冲击力 球胜欲都是非常强的 对苏亚雷斯和自己的队员们 对于一些判罚的细节 现在看也是每球必争非常强调 而且现在前三名应该说 能到亚洲赛场这个名额 大家竞争的是非常非常激烈 还是给别落 欧梭要注意他往里切的这一下 一般在这个时候欧梭要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往中间走 给施克里奇 就不要让他轻易的传中 传中球打远端 欧梭挑手 打球没远脚 这球最后打偏了 藏流熊师队在进攻线上 他的几套进攻手段 其实这个赛季你持续关注他的话 你会看得很明晰 有的时候你甚至感觉就是名牌 但是你名牌的进攻手段放出来 对手能不能防住 这个要看自己对于防线的调校能力 对 首先其实藏州今年的应该说心态或者是定的任务非常明确 就是暴击 而且他们的这种踢法就是 前面摆三个万元 可能今天我血藏一个 我另外两个我还这么用 因为它的主力框架就是这样 施克里奇在中场和李可两个人的对抗 李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 关队在边落 张希哲拿球 对方的防守权靠过去 希哲交到身后队友的脚下 好的 这球也是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在场上的停留 球权又回到了关队的脚下 关队前场连续的持球配合 可不能转身 江强右 交到外围 球直接打进区里 法比奥 没转过身来 大毛球 漂亮 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 北京公安队10号张希哲 我这个球啊 张希哲接到了法比奥的背身做球之后 直接在进区前沿打出了一脚贴地斩 而且这个连续的倒脚啊 应该最少应该也得有10脚以上啊 这球打得少不量有点郁闷啊 球是完全贴着地面 然后窜进了守门员进脚的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 这个球门将想要下地都已经是反应不过来了 希哲这脚球 非常干脆的一个进脚 势大力尘 而且球贴着草皮 直接窜进了球门进脚 商宇回来之后呢 张希哲也是经历了先做替补席 然后慢慢的回到场上 然后呢出场的时间开始逐渐的增加 然后再到现在又重新成为了球队首发的主力球员 但是希哲只要到了场上之后 你看他之前哪怕是替补上场的比赛 他会给国安队整个中前场的进攻节奏 是带来非常明显的积极的变化 对 因为他的特点其实 就是去梳理啊 去穿威胁球 这种传扣型打法的队员 国安队的这个开场 截止到目前为止 打得还是相当的顺利的 哦 刚才的那张黄牌啊 是给王子民的 哦 现在转播的字幕也是给了一个补充的说明 传中球 藏州熊士队进攻手段现在很明显 他就是两个边一上来 45度角的传中 另外反击的过程当中 洛卡迪亚往外拉 你真有中后卫跟他出来 那正中他下环 拉出一个中后卫空档就出来了 他去利用奥乌苏和奥斯卡在两个边路的速度 打你中卫和边后卫的结合步 再有一个定位球 这个赛季看到现在 仓州可能三个行之有效的进攻手段 他基本上防守都是这种地位防守 往后形成密集防守 奥斯卡这曾经也是让国安队感觉很头疼的球员 尤其是之前赛徽制的那几个赛季 你上个赛季 国安和仓州在一个赛区 然后呢 在赛区阶段的比赛的时候 实际上仓州还是单外援的 但是就是奥斯卡 哎呀 真是让国安队吃了不少的苦头 所以今天的定位球一定要注意 比赛进行到20分钟 仓州熊师队的第一个角球 这球打到终点 国安队解围出来 出去二连 余运家的五地球没有能够顶到 在远点 仓州熊师队这边是完成了补射 把球送进了国安队的球门 这球就是我们二连啊 但是看看有没有阅位啊 15号王鹏刚才是在禁区的远端 完成了攻门 然后这个球要看 哦 球打到外围 然后呢 再顶到国安队禁区里的过程当中 是恩加德乌顶的 仓州熊师队球员所处的位置 但是最后在禁区内 就是把这个球顶高 最后处球的是恩加德乌 对 注意看啊 这个时候要看国安队整体的防守 第一个球解围出去之后呢 防线开始往前走 但是第二点的处理 恩加德乌和张成栋两人撞到了一块 最主要其实我们往上压的时候啊 光看球没有看人啊 好 稍等啊 好 VR VR这边做出了提醒 本场比赛的VR是石真路 VR的助理是阳南 现在主裁判王靖要到场边去查看这个疑似越位的球 但是他不是直接顶给王鹏的 就你要看这个位置 进区外的球员 投球在往里顶的时候 王鹏有一只脚拖到了国安防线的身后 然后这是处在越位的位置 走来看一下啊 裁判看完了VR的回放 好越位 裁判可能认为这个球在进区外围往进区内顶 这已经是形成了一次最后的出球进攻 然后在苍州雄狮球员顶球的一瞬间 王鹏在远端已经是坠在了越位的位置 然后就等于是在你这次进攻开始发动的时候 就已经是出现了越位的犯规了 对 我们咱们解读一下吧 但是虽然这个球裁判看了VR之后 把这个球给吹出来了 但是呢 对方的定位球的进攻 吸取刚才的教训 国安队在接下来 你对于第二落点的这种人员的定防 一定要有更多的注意 而且在我们的中后场一定要减少犯规 其实刚才就是我们 其实自己在中后场做传导的时候 造成了失误给对手的这种脚球 官队在边落积极的反抢 杨立于刚才的上抢 也是不让对方在中路场可以舒舒服服的 把这些球拿过来转身 然后再进行传导 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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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路下方的这一侧啊 就是王刚所在的右路 对方是奥乌苏对位进攻 这肯定将会是上半时比赛攻防转换的一个重点 对关队的整个后防线 王刚在右路的这种前叉的进攻是招牌性的进攻手段 而奥乌苏这边他就爱的我打你边后卫身后的这个区域 对也就是强对强 对手主要进攻的这个路放在左路 我们放在了右路 所以就要求其实我们防守行后要包括李可 如果王刚上去的话 他还是应该在后边侧应一下 唱出球师这边在中场有力 形成了断球 马上要去打反击 是中国在禁区前倒地的一个拦截 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完全解围到安全区域 张州雄师队打到外围 官队盯防 这个球传到任何危险的 这球有点四传四撤的意思 哦 这种球 和石特里奇的前场抢断 齿中国好在第二反应还是很快的 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石克里奇的持球 赵洪略 弘向内切 这球看到了远端的空档 大范围的长船转移 道士豪这边也上来了 这段时间呢 藏州雄师的进攻还是打得很积极 两个编译都上来了 中场这种失误一定要注意 还是定位球 官队在上一个角球防守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对于对方二次进攻的防守 是有不严谨的地方的 你现在看我们好像这个外侧的二点啊 都没有人 是11个人全部回到这个进区一里 这个球因为球有蹦跳 所以解围也是看起来很悬 好在这个球对方的射门打的位置有一些正 韩佳琪把球直接拿到 进区内的这个草皮啊 被踩的是最多的 对 所以呢 他这个球弹跳起来 可能也有更多的不规则的变化 所以对手射门的时候 首先一是要封堵 二一定要有去补门的 因为这种不规则的草皮 太容易脱手了 立可 苍州 他的防守第一时间是先退 中场朱可夫 史克里奇 要退到本方的中圈靠后的这个位置 站定防守位置 然后等着你攻上来 其实苍州这种队 因为必定他以防守为主 打反击的那么一个特点 他更愿意 替这种比分相持 或者是最起码领先的球 因为现在落后两球了 而且又是主场 我认为他一定会有变化 攻上来是必须的 再看一下 刚才这是在进区内 不规则的蹦跳之后 国安队连续的两个减围都踢刺了 然后这个球就落到了外围 对方打了一脚远射 因为一蹦跳 你很难判断落点 但是双方都在克服这个草皮不好的问题 苍州的两个丢球 第一个球赵洪略 面对球突然的蹦起 这个停失误了 对王刚的犯规 然后张希哲定位球 发进去造一个乌龙 第二球 国安队在中场连续持球 传球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间断 对方铲了一脚 那球断出来了 但是球在场地上 不规则的这个弹跳 然后国安队又夺回了球权 再耐心的传导 然后发标 再给希哲打了一个漂亮的贴地盏 对 你说是不是吃了草皮的亏 或多或少也得把这个锅往场地上甩 但是这支球队的DNA还是有的 你必定还是需要去主动去传导 上半时比赛打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北京国安队目前2比0的比分 暂时领先着苍州熊市 应该说两支球队在前半个小时的比赛当中 打的这个比赛的场面 还是很开放很精彩的 因为国安队进球来得很早 所以这样也迫使以防守为主的苍州熊市 这个时候要更多的攻出来 国安队的控球率 在前半个小时是要比对手低的 47% 苍州熊市的控球率达到了53% 然后双方的射门次 次数之比是4比1 摄政次数是1比1 王刚想一个转移啊 但是感觉苍州的这个传控啊 基本上在中后场 后场还是长传球直接去找奥斯卡 今天呢 他首发洛卡迪亚不在 等于呢 封线上他的三叉戟 现在缺少了一个轴 就是在中场能够把球往奥乌苏和奥斯卡 底下去分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而且第一落点 现在看几次了 后场的长传球拿回来 如果说是奥斯卡或者是马府渝去接这个第一落点 面对恩加德乌 还有防守经验更加丰富的张成栋 好像第一落点拿的没有洛卡迪亚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的那么稳 我相信其实苍州想把这场比赛还是有后手 但是没想到应该说前15分钟就连丢两球 那国安队这边有了中锋以后 看法比奥的作用 好的 这球往中间改 这球要不停直接拿脚弓往球门里端 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了 法比奥西小 我没想到他这么跳 但是整个配合还是非常好的 你看似国安在中后场的这种 传导不经意的传导 江强悠突然的一个插上 这球通过慢镜头我们再看 江强悠这球直接往前改 江强悠利用速度甩开防守球员 再往中间送 这球弹地了一下之后 这个影响了法比奥在中间接应的判断 对 法比奥还是想调整到最好 其实但是这种球我认为 其实拿脚弓直接往球门里端 可能效果是最好的 换人了 仓州雄狮现在要进行换人调整 燕子豪要上 要换下三号赵洪略 那就是感觉边路现在是有问题的 赵洪略这是冲谁 意犹未尽吧 赵洪略应该是有点小伤 财判是示意赵洪略这边换人 那你要迅速的离场 然后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这一次换人调整 赵洪略和财判在争辩 我确实现在出现了伤病的情况 走不快 我认为他还是应该说跟王刚对角那一下 燕子豪这个赛季在之前的出场的相对要少一点 这个赛季他只有两场中超联赛的首发 八场比赛的出场 场均打了30分钟的比赛时间 看看他上来之后 现在先是打在之前赵洪略所打的左翼的这个位置上 现在苍州感觉整体防守不是很统一了 前面应该说攻击的人还是想去进攻 所以现在中路防守非常非常空的 恩加德乌 李可现在收回来 公安队两个边路现在推上去了 中后场这样传导 一定要注意草皮的情况 自己传球的质量要保障 怕的就是这个呀 这种球 很难中场的人能拿到球啊 史克里奇 时间很开阔 长传球给进去 奥斯卡 进去远端的投球攻门 这球还是顶出了一定的威胁 虽然助理裁判举其失于越位了 但是应该说也在毫历之间啊 这奥斯卡这球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想去顶了一个抛物线 你看 他好像还没有越位啊 史克里奇 刚才这个镜头其实给的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懂球 这球 你史克里奇刚才在中场 面对回防的法比奥 他的背转身调整 然后呢 把球转移到不安队 防守的握测的这个中长距离的精准传球 这说明了他现在在苍州巡尸阵容当中的这种绝对的核心位置 长川球 这球去找奥斯卡 再往中间的位置给 又是越位 又是越位 助理裁判这边再次举棋 是一 苍州球师 刚才在中场发动那一次进攻 接球球员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从这个位置再看啊 确实是越位了 奥斯卡的这个越位 要比刚才在对侧接史克里奇的那个球 助理裁判的举棋更加的明显 对 这个越位位置非常明显的 但是边棋好像是 比较缓持的举的 看有没有一过一边路 有没有机会 王刚 传中球 在给这个球背伸的情况下 选择的是投球回点 但也确实没有办法更好的说正向球门去进攻了 因为可能是全速扎上以后 王刚这个球传到了身后 抢路球师队大范围的长转转移 找燕子豪那一侧 关队这边是江翔又收回来的投球解围 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这一侧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点区域 所以你中场的后腰球员 包括边路的攻击手 都会有意识的收回来 帮助自己的边后 来保护这侧的方向 看家旗这边也是在大声的招呼自己的队友 这时候要往上顶一顶 现场的远征军也在高喊韩家旗的名字 哦呦 国安队这边有机会啊 这球直接刹到进群里 打球门远角 这球一脚倒地的握射 江小悠已经是全速冲刺 最后射门的这一下 没有办法更好的调整角度 这感觉越控制到球以后 反而好像感觉信心不是很足了 赵洪略这边的情况不太理想啊 这应该是个硬伤啊 国安队还是在边路 面对朴世豪 一对一 苍州雄师全线退防 国安队很耐心 拉到外围 重新来进行传导 李可 好的 这球分的很巧妙 张希德和李可再做配合 这球要往法比奥的脚下送 对方拦截了 但是球权还在国安队的脚下 球转移到左路 穿中球给进去 很好的点 但是整个配合非常流畅 这球最后王刚没压住 球直接勾出了球门横梁 国安队从中场发起进攻 张希德 李可 两个人很巧妙的这种连续的配合 然后再从左路把这球传到中间 你之前的传导已经给对方施加了压力了 你可能第一下传球成功 对方的防守往这边收一收 你第二下又成功了 对方的人就全扑到这边了 那你自然而然王高所在的那一侧就是空的 这就是国安球迷之前所期盼的 为什么在中场这几名球员的船接配合 能够兼顾观赏性与进攻的实用性 对 而且相互之间还是能产生一些化学板 应该说新的主教练来了以后 必定是外援 还是主要的 以外援为主中场 但是这两场比赛看 其实这个组合也是能够达到效果 这个赛季啊 张希哲在两场对阵苍州雄狮的比赛当中 都有破门得分 双方第九轮的那场比赛是 奥斯卡开场八分钟先进 然后呢 16分钟张希哲帮助球队扳平个比分 两个人也是联手拉开了一个 单场八球的进球大战的序幕 在公体国安最后是6比2的比分击败了队手 要知道在那之前前八轮国安队打进了七个球 大家对于封线的这种封无力 当时是很有诟病 对 因为赛季指出 应该说张亦宁的受伤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国安队的远征军也是在看台上为北京国安队呐喊助威 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是临近尾声阶段 防守体系搭建的非常好 看看机会 关队的机会 这球打球门远角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 法比奥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法比奥呢 对对对 我们就要看这个 我们要看一连串成套的庆祝动作 而且这个进球典型的 右手转弓的典型案例 从断球到最后法比奥形成射门 我认为都没有用到六秒 再看这个球 断球 然后中场前传 法比奥在中场所接中场传球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中锋球员的跑位是非常讲究的 而且他是侧身打球 对 突如禁区 然后紧接着法比奥右脚打球门远角 法比奥阿布雷乌 比赛打到44分钟的时候 帮助北京国安队再下一程 应该说这场比赛 从比赛的开场阶段 北京国安队就抓住了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权 三个进球所来的时间节点 应该说分布的是很完美 对 我早早的先打破僵局 然后在对方刚有反击的苗头的时候 我再打你一个 然后接下来你难免一场比赛 45分钟的半场 对方的进攻杀的兴起 而且对方整个阵容压上之后 也确实形成过进球 那个球进与不进 可能要看裁判组最后的决定 但是国安队接下来 我还是重新夺回比赛的这种控制权 然后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阶段 我再进一个 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上半场 对 而且 双方球员在场上 这时候情绪还是要冷静 情绪要冷静 截止到双方球员拱火之前 这一切还都在足球的范围之内 对 而且现在又是大比分领先啊 在球场上你的技术要收放自如 同时你的情绪也要做到收放自如 你帮助自己的队友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或者说我一时血气上涌 我要表现出我对队友的支持 我要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度 我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得收住 而且无论是队员 发表刚才是从进攻线上 收回 跑回来 来帮助自己的队友出头 然后 没控制好自己的皮屈 主材败向他出示了黄牌 给予警告 当然苍州熊士队这边 也是黄牌一仗 而且无论是场上的首发队员 还是场下的替补队员 还是教练组 其实一定要学会去利用规则 16号 郑凯牧 郑凯牧和法比奥 两人身上现在是各背一张黄牌 现在是苍州熊士队的任意球 上面是比赛五分钟的伤停古时 官队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 防守端一定要集中12分的注意力 尤其是定位球 因为现在对方的运动战进攻的 基本上被关 对防的还是很不错的 外卫直接一脚远是方 在门前再有捕射 这球韩家琪把球给拿住了 球门衡量 关键时刻救命 时刻里奇啊 这个球打得 对呀 因为现在对手应该说 只能够靠定位球给我们造成威胁 但他的定位球很有威胁 绝不能掉以轻心 时刻里奇这球打得真是吓人啊 我们看啊 这球平着就抽出去了 球速非常快 几乎不带旋转 球速极快 哦 找你说招呼到也就是冲到了场内啊 老子卡 这个举动应该是应该一会是应该补一张黄牌了 哦 红牌 再看一下啊 这是刚才石刻里奇向进区内的突破 然后呢 恩加德乌对他的一个贴身防守 石刻里奇是认为呢 恩加德乌有犯规 但是恩加德乌实际上刚才我测过身来 等于你自己绊到了恩加德乌的脚上 然后摔倒的 主裁判到场边 这是直接红牌给了赵知道吗 是的 上半时比赛这五分钟的商庭古石啊 就感觉从一开始 虽然比分差距比较大 但是双方在场上的这个场面 还有情绪都还算波澜不惊 对 但突然就好像到了商庭古石阶段开始 这个情绪积攒到了一个爆发的节点了 而且这个结果应该说 对于苍州教练组来说 或者整个队员啊 球迷应该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因为苍州已经好久 没有这种大比分的落后了 而且又在主场 现在先看一下苍州雄师队的这一个脚球 直接打到禁区里 如这球 韩佳琪第一落点没控制好 出现了脱手 但是接下来外围 外围对方球员的补射是打偏了 但是现在已经好几个球了啊 对于我们提醒 就我们的二点 现在确实是外围比较空 这段时间呢 因为在场上打得比较乱 苍州雄师的球员 包括刚才赵宁哲指导和他的教练组 情绪这个是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而实际上这时候呢 作为北京公安队 你难免也会受到场上的这种情绪的影响 所以还是要率先稳定下来 要稳住这段时间 公安队上半时比赛 三脚射门两脚打正 取得了两个进球 再加上对方的一个乌龙球 上半时公安队的进攻效率 门前的终结效率是非常高的 对 因为现在对手比较急躁 我们还是需要控制控制节奏 上半场比赛结束 好 这时候呢 五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到 本场比赛的当主主裁判 王静吹响了双方上半时比赛的结束上 镜头马上对准张希哲 上半时比赛张希哲有一个任意球 迫使对方自摆乌龙 然后接下来一个漂亮的贴地斩 远程发炮破门 再加上罚比奥 上半时临近尾声阶段的进球 公安队半场3比0的比分 在客场暂时领先着苍州熊市 接下来的时间呢 也是让我们从苍州体育场的现场 一起回到北京的演播室 来对上半时比赛来进行一个 集中的分析点评 好上半时比赛结束 让我们一起回来 上半时北京公安队比分上 客场3比0 反客为主领先着苍州熊市 应该说这场比赛三个进球的时间节点 包括在场上 北京公安队大部分上半时的时间 对于比赛的控制 还是表现的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我认为其实这个半场 应该说在今年整个比赛当中 相对来说算非常好的半场了 为什么这么说 无论是从进攻还是防守 其实我们在防守上 可能没给对方应该说太多的这种机会 而在进攻当中应该说多点开花 我觉得为什么要说多点开花 就是我们的方式 第一个是这种定位球的得分 第二个是这种阵地战的得分 第三个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应该说游手转攻 非常经典的这种案例的得分 所以这种三种方式 应该说在组织场上都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们做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场比赛从双方的排兵步阵来讲 北京公安队应该说是 他稳住了这几场比赛 表现很好的这样的一套阵容 除了姜文豪那边的受伤 我们在左后位的位置上 进行了人员调换 另外大部分的主力阵容 还是保持了过去两场比赛 用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这其实也给了球员彼此之间 更加熟悉的一个磨合 如果这几场比赛 首发都是这么打的 那我肯定这套阵容越打越好 越打越熟 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结合着双方上半时的比赛画面来看 当然我们的对手苍州雄狮 他之前主场的成绩不错 然后客场连败回来 他也希望在自己的主场 能够把进攻打得更主动 第一个丢球应该对于双方来讲 尤其是对于对方的后防线来讲 这是一个意外的情况 我认为其实对手应该说意外 这个失球整个导致心理上那种 整体的那种崩塌 接下来苍州雄狮就想攻出去 但是想攻出去之后 你后防线难免会出现松动 官队很耐心的传导 然后这个球把对方的防线 都吸引到进区里 法比奥做给张希哲 张希哲外围的远射 这就是我们有了中锋 典型的中锋球员以后 实际上给你的中场球员 也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对 最起码就是我们在中前场 这个点有一个支点了 再后来国安队的几次机会 大家可以看都是打反击 包括在边路江祥佑 给法比奥那个传球 然后包括江祥佑突入禁区的 内角射门 这都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国安队获得的进攻机会 对 为什么 其实你包括这个球是进的 就是对手其实整体 想往前压的时候 并没有找人 然后法比奥 这个球把中锋 在反击过程当中 能够发挥的威力 也是发挥到了极致 进球之后 我们又看到了 属于法比奥的熟悉的 这一系列的庆祝动作 打电话 舞蹈 闭心 我们希望越多越好 但是上半时呢 你说在防守一端 苍州熊师队的这种进攻 有没有给北京国安队威胁 答案肯定是有 而且在几个点上 国安队还是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国安队在比上半时的中后段 夺回了更多的控球权 60.6%的控球率 双方的射门次数 只比7比4 但是打在球门范围之内的 射门次数 双方是持平的 所以能够看出 国安队在上半时 进攻的效率要打得更高 这是双方上半时比赛的 热力感应图 还有在半场控球区域的 一个控球的情况 国安队在上半时 还是给对方形成的 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压制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时 赵洪略这边受伤以后 燕子豪上去 这一侧就基本上变成了 欧苏的单打独斗 因为燕子豪要更多的 收在后场 来完成自己的防守任务 他给奥苏的支持要少 刚才说到 国安队在上半时 防线一端 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定位球 第二个就是 要着意的去切断 施克里奇 和进攻线 几个球员之间的 这种连线 施克里奇 还是对方中场 最有威胁的球员 对 应该说 对于施克里奇来说 应该说 现在对他的使用 现在前提了 已经从中后位的位置 前提到后腰的位置了 所以就是希望 他能够在中间 把这个上下这种环节 连接的更好 衔接的更好 而且应该说 在进攻方面 应该说 苍州其实最关键的 这个组织者 也是这个中场的 施克里奇 但是现在 对于应该说 苍州 意外落后以后 应该说 我认为 整个三条线 他的防守 现在是非常非常松的 因为现在 作为 应该说 前场的这个几个外员 应该说 还是非常想 把这个比分搬回来 但是中后场 现在整个三条线 应该说 不是非常非常紧凑了 而且他这种 应该说 深度防守 变成532的这种情况 他中场本身 应该说 就不占优了 所以 现在有的时候 再加上 应该说 中后场这种松懈 就变成两条线了 其实对于国安来说 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现在 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 下百时比赛的开局阶段 肯定是 延续上百时的这种打法 把这种好的东西 继续保持下去 但对方的阵容当中 他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最典型的变化 就是洛卡迪亚 还坐在替补席上 我们且说 洛卡迪亚 如果是健康 没有受到伤病影响的话 他如果要上 组成对方 进攻火力最强的 外员三叉戟的话 那国安队应该在 哪些方面 去做的更好一些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不要让对手 这种快速反击打成 就是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 对手可能在中后场 倒球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 整个的防线 可以稍稍往后一点 我们不用 就是应该说 当然了 像这种回传什么边 或者是中 那中前场这种 这个应该说 边线球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种 高位臂降 剩下的其实我们可以 应该说守住待兔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线 往后一点 那对手这种失误 我们去打对手的 这种反击 可能身后的空间 会更好一些 那如果对手 去打我们身后 这种空间的时候 那我们这种反抢 那有的时候 可以在中前场 采用这种 这个犯规的这种战术 只要不让对手 这快速反击打成 我相信 其实对手 应该说给我们的威胁 应该说 就不会那么大 就是你不给他 反击的空间 那可能他的 这三叉戟的作用 就会被大大的削弱了 所以这时候就看 法比奥在上半场 最后阶段 打进的第三个球 也很关键 就是你有了三个球的 领先优势之后 接下来 你在场上 可以战术变化的空间 就要比对方更大 对 应该说2比0的比分 在足球场上 其实为什么说 是最危险的 其实比1比0还危险 就是对吧 当你变成 三个球领先的时候 那你在场上 这种心态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看一下 对方在下半时的 比赛当中 可以想见的是 肯定会在进攻一端 有更多的加强 面对对方的变化 也希望国安队 能够做出一个 更积极的应对 我们不仅仅是说 争取把目前的胜果 保持到全场比赛结束 还可以去期待一个 更加积极的结果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看一下双方 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会为我们奉献出 什么样的比赛的过程 接下来的时间 也让我们稍事休息 然后马上前往比赛现场 一起来看一下 双方下半时的比赛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位观众朋友 球迷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北京广播电视台 体育休闲频道 为您直播的 2023赛季中超联赛 第24轮 北京国安队在客场 挑战苍州熊师队的比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双方下半时比赛的直播当中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北京国安队目前是 3比0的比分 在客场领先于对手 刚刚开场 北京国安队就 利用一次定位球的机会 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 然后接下来 北京国安队又是通过张锡哲 外围直接的一脚贴地盏的远射 在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的时候 扩大了领先优势 在随后的时间里 双方在场上各有攻守 然后全场比赛打到第43分钟的时候 北京国安队这边是 罚比奥反击的过程当中 推射圆角破门 帮助北京国安队 扩大了领先优势 现在三球的领先优势在握 国安队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可以有更多的战术选择了 对 而且要更加有耐心 上半时比赛呢 国安队在进攻一端打得顺风顺水 而后防线上呢 其实也承受到了来自对方比较大的压力 史克里奇在中场的这种分球 确实在中超联赛当中还是属于实力比较强的 他在进攻的组织的位置上 给自己封线上所提供的进攻支援 再加上奥乌苏的内切 奥斯卡在另一侧的冲击力 也还给国安队的后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这些威胁包括脚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王鹏曾经把球打进 但是裁判组认为那个球是有越位 所以那球被吹了出来 也包括赵俊哲指导被红盘罚下那一次 史克里奇自己拿球选择往里突 安家德乌确实没犯规 但是呢这个史克里奇的这次推进 他突然前插的进攻 这给国安的后防线也是在提醒 对 马斧渝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 下半场开始的时候被换下 林创一上 另外呢6号杨云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替补上场是换下了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自摆乌龙的刘洋 45分钟的时间打完 藏中雄师队用了三个换人命额 赵宏略是受伤离场 这是一个被动的换人 而下半时开场的这两个换人 应该说还是针对上半时 他在攻防两端的问题在做出调整 但是对手好像整个这个阵型啊 还是没有变 还有 这球往中间改 江小友打猛 这球还有捕射 发表比赛进行到46分26秒 发表阿波雷乌门前捕射再下一场 这球哨普亮尽力了 一个门将面对北京国安队江祥又把第一下的那个射门能做到的最好已经做出了 对而且他的选择也是非常好 发表阿波雷又是走了一个系列的庆祝动作 而且这一下更加贴近远征军的球迷 发表作为一个中锋球员在门前的反应能力确实非常强 再看啊 这球首先边路突破 往中间改 江祥又 点球点附近 后撤步 调整 直接打门 官队整个的这次进攻 这就打得很连贯 这还不是哨普亮扑出来的 这是球不太运气的打在了球门立柱上 但是对方的后防线还没有醒过神来的时候 法比奥在门前直接补射破门 这个球得分我觉得最大的功劳我认为是李可 李可这个反抢变成了一个助攻 还是说这个进球的时间节点啊 国安队上半场开局十分钟 先造一个乌龙 这有一个球垫底面对打防守反击的球队 你早进球 这个优势就在你这一边了 对 然后第二个球再到法比奥的第二个球西哲的那个球 打得很提气 非常漂亮 让国安队在场上控制住了局面 然后第三个球 法比奥的那个反击 正是说你攻守两端 你不是没想的太一致吗 那我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打你一个 三球的领先又是在我下半场开局 我再打一个 这就是不断的在 把这场比赛的主动权 更多的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 因为对手现在确实比较松了 整个防守体系 杨立宇那切 再给外围 调传张锡哲 这停球非常漂亮 然后接下来电到远端 要注意奥斯卡的反击 这球直接打球门进脚 调传张锡哲 做出了一个出色的铺镜 把这球直接拒之门外了 赵俊哲知道 现在只能是在看台上 来进行遥控指挥了 我离个定位球 好 洛卡迪亚下半时上了 一会看一下洛卡迪亚上场 那他得撤一个外圆呀 球突到了北京官队这一侧的底线附近 官队的球员最后碰到了球 一球偏转出了底线 官队的脚球 防守的时候呢 官队两个边路的进攻球员 现在看还都是积极的收回来 对手的一个战术定位球 边线球直接来 史克里奇 交给自己的队友 好不说 一对二 再转到外围 对缠住不要犯规就行 洛卡迪亚应该是换下了朱可夫 这样的话呢 他把王鹏的位置前提和史克里奇 两人去打一个双后腰 然后呢 封线上是洛卡迪亚 奥乌苏再加上奥斯卡 然后林创意上来是收到后防线上 来干之前王鹏干的那个活 1 或许戒 literal 或许戒 多于战 魏 阿 它的 你看说对手从上半场就感觉 三四三的一个阵型 突然就改成五四一了 管队现在呢把比赛的节奏降下来 大比分领先 现在要保证的是控制住比赛的局面 然后呢在比赛当中休息 球员别受伤 然后为31号的足鞋杯去做更充分的准备 上个后点 调整 这个球再打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 江翔又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 在禁区线前 起一脚大门 一脚精准的射门 直接打进了球门的下角 今天是怎么打怎么有啊 这个这个进球也是 应该说 非常经典的 好 江选手经典的庆祝动作 这时候也是在国安远征军球迷面前上演 这个从倒角到最后得分 好像对手 一直没碰倒球 二是 得超过15脚的传导 再来看啊 这个球还是李可 在边路推进上来之后 然后再交给王刚 王刚再往中间转 这一下转的是很有观察力的 看到了江翔又那个位置上来 而且射门的角度会更好 江翔又也没有辜负王刚 对他的这个助攻的期望 这球打得直门球门的圆角而去 很精准的射门 对手现在整个这个防守体系 已经非常松懈了 这样的话呢 江翔又在这个赛季两场 对阵苍州雄师的比赛当中 也都是有进球斩获 这个球一进 基本上肯定锁定胜局了 ス30的学校 冷戒之前 出抬林犯 出抬林犯 适量成一个 能口 也在关注 墙金 5比0的领先优势在握 公安队接下来要做一个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了 这个要为接下来足鞋杯的比赛来流利 8月31号 北京公安队将会在工人体育场迎来对阵山东泰山的足鞋杯的比赛 比赛季非常重要的比赛 过去10分钟的控球率 北京公安队62.7% 传球的成功率呢 没到80% 当然考虑到这个场地的情况 这个折扣你得算进来 因为毕竟现在大比分领先 而且我们比对手山东鲁能少休息一天 昨天鲁能打深圳的那场比赛 就感觉也是心有旁目 得想着打国安的足鞋杯 还得想着9月份要打亚冠联赛的小组赛的比赛 对 因为现在鲁能是属于三线作战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没有了费莱尼 这个在 在面对深圳队的这种积极的冲抢 至少说这比赛的前75分钟 山东鲁能队是没有能够太进入状态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一直好的球队 他往往会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趁着你体能不足 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在定位球上犯下错误 去扭转比赛的局面 山东昨天就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其实山东也是个别位置做出了这种轮换 其实他也是希望应该说 对于排名靠后的球队来说 以最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 对 国安队是领先优势握到手里 我后换 然后山东泰山这边是我先换 然后呢 看这比赛有可能出现问题 然后再把更多的进攻的好手派上来 这段时间苍州熊市队在中场也是继续展开反抢 这球往中路送洛卡迪亚 洛卡迪亚作为中锋啊 你让他这么拿球 是他有这个转过来 再形成进一步进攻威胁的能力 现在也是感觉倒开了 大范围转移 杨丽鱼这球在前场先出一脚 差点形成断球 但是国安队呢 现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投入的兵力不太多了 还是要在后场先稳住 奥斯卡一脚长船 直接找远端的奥乌苏 刚才这是洛卡迪亚在别洛国安队的放产 王刚犯规吃到黄牌 他感觉王刚这下应该是收了 但这就是洛卡迪亚上来以后 那苍竹雄士队进攻线上 他这三名外援的进攻球员 三叉戟开始寻找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 还是给国安队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王刚第四张黄牌这个赛季将会缺席下一场比赛 本身骑士教练组其实就要换王刚了 高天一上 比赛打到60分钟 北京国安队刚才准备了半天的四上四下的换人吧 应该是现在要付诸实践了 王刚对于刚才裁判的这些判罚呢 还是有很大的情绪并不是特别的理解 这时候队友劝一劝 特别抗议医师在说 这就犯规了 李磊上来 边后卫的位置 李磊和冯伯勋两个人一左右 现在来打 先要面对对方这个任意球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呢 对于北京国安队的后防线来说 威胁性是挺大的 李可上 李可下 换的是高天一 另外王子明上场 法比奥 在这场比赛当中 一个助攻 两个进球 先看一下 苍州雄师队的任意球 哎呀 这一球路卡德亚没打起来 直接打在了北京国安队的人墙上 中前场 我们几乎全换了 王子明上换下了 法比奥 西哲还留在场上 高天一 王子明 这都是在首回合6比2 击败苍州雄师的比赛当中 取得进球的球员 而且王子明在那场比赛当中 也是独中两个元 调城现在在场边 也准备要披挂上阵了 比赛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国安队这时候呢 通过换人的调整 让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 关键位置上的主力球员 得到更多的轮休 嗯 来为下一场足鞋杯来做准备 国安队在中场的反抢 这球是吹了国安队的犯规 好果然在这个时候 西哲被换下了 把好朴城上 李磊上来之后呢 是打到了左后位的位置上 然后朴城和西哲 在中场的位置 对位的来进行的一个货人 现在封线上王子明突起 持中国的身前是朴城 还有高天翼 然后江湘又在左 关队剩下的这半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呢 就是平稳过渡 我们还有一次换人的机会 我们还有一次换人的机会 继续换 国安队这时候撤下了杨丽鱼 替补上场的是18号方号 这样的话 在比赛打到还不到65分钟的时候 北京国安队在5比0领先的情况下 短时间内做出了一个五上五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接下来的足鞋杯的比赛进行调整和流利 对球还是直接打北京国安队防线的身后 要去找奥斯卡身前的位置 韩加奇的出击时间掌握的非常好 这球稳稳的拿在了手里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牢牢的把比赛的整个的节奏要控制住 那中后场传球的这种准确度还是要继续保持 你一旦被对方在中场断球的话呢 他现在的战术就是石克里奇来去找封先生这三个外援 非常好的渐渐二打一 朱成这球往倒三角位置后点去传 对方的防守全把球破坏出来 这是刘昊阳云 这个赛季呢 朱成也是打的相对的比较少一些 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让朱成在场上更多的去找一找比赛实战的感觉 自从他上次主场进完球受伤 脚球直接奔后点 李磊这球端向了进区的远端 防号 注意二连 朱成非常聪明 转移到远端 江强右 好的 这球再顺过来 王子明转边路 林磊 直接传中球 对方的防守球员是15号王鹏 横山担截 把球打出去 我 方浩正到了第一点 现在国安队实际上在进攻线上两个边路 还是保持着比较强的冲击力 因为你方浩和江祥佑两个人 向前的这种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 而且都敢打敢拼 国安队虽然现在主打一个控制 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速度不减 门球 调承在中场利用自己节奏的变换 和出色的脚下拿球能力控制住局面 回交给安家德乌 国安队最近的四场比赛之前是三胜一平 这和此前八场比赛的胜场数是相同的 前八场比赛是三胜两平再输掉了三场 所以苏亚雷斯接手球队之后呢 他再慢慢的去跟自己的球队磨合 找一个最合适的阵容 然后呢去把球队调整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国安队如果在赛季冲刺的最后的这一程阶段 一直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的话 那你从换帅然后再到稳住成绩 你这个过程就算是圆满的过渡完成了 对 因为他需要一个时间 在进区内的放产 没产下来 球还在奥斯卡的脚下 对协防的队友 这时候上来帮一帮 三个人的夹防 这球最后断下来了 国安队这场比赛拿下三连胜 这个赛季的第一波三连胜 来的可能比球迷们所期待的 要晚上一些 但是迟到好过于不到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70分钟 5比0领先 整个比分和过程都是顺风顺水 国安队这个赛季上一个5比0是打深圳的那场比赛 然后这两个5比0这还不是赛季进球最多的比赛 进球单场最多的是主场打苍州 那场比赛打进了6 也就是说今年打苍州 应该是到现在已经进了11个球了 史克里奇挑穿 这球要给奥苏 没有能够成功的给过去 那对手已经完全脱节了 这个就是你打一支主打防守反击的球队 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早早的就进球 先奠定了取胜的基础 这一下子就比赛的节奏在你的手里 你始终让对方在一个很自己不喜欢不熟悉的一个节奏当中去踢 你包括其实昨天对山东深圳山东迟迟不能进球的情况下 你看他也非常别扭 这就跑得非常好 石克里奇 野球分边 苍州熊师队在这个时候呢 还能够在边路把人给推进上来 他在进攻一端呢 还是有想法的 奥斯卡 石克里奇 两人刚才在进区前的这个位置 打得有点抢了 苍州熊师这场比赛输球的话呢 他两个客场输山东输长春 这场在输给国安遭遇到三连败 上一次苍州熊师在中超联赛当中遭遇三连败 还要追溯到20年的九月份 这支球队这几个赛季虽然他的基本目标 还是我保吉 然后稳住积分往中游的位置 但是这几个赛季 他的状态打得还都还比较平稳的 对 但巧合的是什么呢 20年九月份的那波三连败 他的第三场也是输给了北京公安 然后输的比分0比4 也是大比分 就感觉差不多保吉任务已经完成之后 苍州熊师这两个客场 再加上今天的这场比赛 面对国安早早的进球 踢的确实有点别扭 他这几场比赛后防线 似乎漏洞要比他之前的 五个主场连续保持不败的那个阶段 要漏洞多了不少 对 而且好像积分应该说 感觉保吉 积分差不多了 感觉整个松下来了 离来横向的给进来 你看这个时候是个离奇才回来 外围条程再传导 国安队虽然刚才在禁区前 没有能够完成一次有效的射门 来终结这个进攻 还是中场继续控制住球权 苍州这边也踢的感觉有点异性阑珊了 我们也抽空关注一下 今天晚上同时进行的其他的比赛 申花和成都市打成1比1现在 然后天津在主场2比1的比分 领先着梅州浙江2比0的比赛 领先着大连人青岛海牛主场1比0的比分 暂时领先着长翠亚太 青岛这场也非常关键 因为现在青岛 几分也过了40分这个关口 国安的积分来到41分 和积分榜前三的球队之间的积分就进一步的缩小 跟山东差一场 跟山花差一分 在山花差一分之一 比方 好 边路 全中球 江潇药这球直接打进去 外面直接的球远射 这是高天意要直接抽射 这就是现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在进攻一端球员对于进攻球的处理想法 开始变得更多起来 奥斯卡 这个球呢 是想去找奥乌苏 男嘉德乌在中间拦截了一下 王子明 王子明以一对三 这球还是护在自己的脚下 王子明以一对三 其实双方现在感觉 这比赛都是这个垃圾时间了 这样的比赛 最后升停捕时的时间不会长 常规的一个捕时的时间 因为这种比分 应该说双方也不会在乎 最后这个捕时了 那对于国安来讲呢 就是在比赛的行进过程当中来休息 避免受伤 这是接下来这十几分钟的一个比赛的药物 然后另外呢 像调成啊 这些之前的阴伤比赛打的少的球员 慢慢的去找一找比赛的状态 包括李磊现在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再找找这种节奏 另外封线上看看还能不能抓一下机会 双方首回和破门得分的还有杨丽渔 而且杨丽渔最近的两次对阵苍州的比赛都有过进球 杨丽渔职业生涯 他个人打进苍州雄师的球门一共有四次 这是他进球最多的球队 所以要是今天能进封线首发的几个球员里 应该就他还没破门呢 对 有机会再尝试一下 但是杨丽渔好像已经被换下了 对 放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传中球往中间 这个球要去找远端接应的球员 现在啊 仓州雄师进攻线上的这几名球员 你虽然是三叉级也上来了 核心施克里奇也在 但是呢 这和你心气足的时候 我打的已经不一样 对 你三叉级现在就别说什么连线了 多少有点各自为战 这场比赛的结果几乎不会改变 轻轻松松的应该说在中场就让对手 就让我们能够形成向前的那种突破 中路防守是非常空的 大范围的长转转移给编落 李磊 苍州雄师队呢 这边准备要进行换人调整 苍州雄师队的13号村进寒 这已经在场边热身等半天了 但是没有死球 对 这个球呢 国安队始终通过船控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对 现在这种节奏很难形成死球啊 苍州雄师在后场形成了断球 洛卡迪亚 就这种进攻方式啊 这个是苍州雄师队他在这个赛季当中比较惯常用的风险三叉戟的一种打法 他真要是状态打得好 这不像现在这么异性阑珊的时候 打的是挺有危险的 我洛卡迪亚收回到中场 或者是从进区前沿拉到对方前场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 他打你内部防区的身后 让两个另外两个快速的外援球员往里去冲 对 他基本上现在这种9号位回接 7号位跟11号位 这个边前锋啊 向两肋插上 几乎都是这种前回前的这种威胁 会更大一些 孙怯寒要准备换的话 一般按着苍州雄师这个赛季之前的换人的习惯是换 就是编异位位置的对于换人 他的这种打法呢 其实对两个编路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赵俊哲知道在下半场70分钟左右的时候 哪怕赵洪略和朴世豪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就这俩人体能也消耗殆尽 他两个边路都会换 这场比赛赵洪略伤的又早 朴世豪这边就拼得更凶了 朴世豪被换下 换13号孙信函 因为苍州这种踢法 他这两个边的体能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现在呢 苍州雄师也用完了他们的全部的五个换人名额了 苍州雄师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接下来他将会在9月15号下一轮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 在客场来去挑战武汉三镇 然后26轮9月22号他是客场打上海生花 接下来将会是一个两连客的这样的一个中超赛场 所以如果以三连败的战绩结束这一阶段的中超联赛的比赛 对于苍州来说 可能下面这半个月左右国际足球比赛周可能会是一个调整和缓解的时间吧 对 但是他接下来两个对手应该说也是非常强大 而且还是客场 当时苍州应该说上半年这个赛季6比2输给国安以后 感觉是不是会散了 因为他应该说踢国安之前也是大比分输的比赛 但是还好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主场赢了三镇 然后接下来虽然是主场输了生花 但是马上打梅州客家又赢了 然后就开启了自己相对虽有波兰 但是波兰并没有大起大落的中后城的赛季 对也正是这几场应该说关键的这个比赛奠定了他宝迪的这种基础 国安队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接下来紧接着8月31号要在足鞋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主场来对阵山东泰山 国安队双线作战 还是希望足鞋杯能够越过泰山 再继续去往前走 大家衡量一个赛季 如果能够去追逐一项锦标奖杯这样的一个荣誉 对于一支球队来说还是最为重要 对 而且近阶段应该说国安这场比赛 我视为应该说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你足鞋杯四分之一决赛 你其他的几个对阵 大连人现在在中超当中呢 他是要为保健而战的 天津金盆虎这个赛季前半段 整个球队的状态打的是很不错 但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些起伏的 另外是重庆同僚龙来对阵上海生火 先看一下这个球 打满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 这是奥乌苏在国安队的禁区内 抓住机会破门得分 这个时候你很难要求大家 高度击中 奥乌苏这个赛季代表苍州熊师 在中超联赛当中所打进的第八例进球了 超越了洛卡迪亚 然后他是队内射手榜的第一人 洛卡迪亚七个 奥斯卡六个 他的进攻真的全靠外援三叉戟 看看吧 这个球就是国安队之前的一段时间 其实一直在后场通过传导 想要让这个比赛平稳的向前推进 而苍州熊师队断球之后 他这一次中前场进出参与的人比较多 说晃的比赛都有些脱节啊 太多洛有动静的感觉 中华去尊场 这个的时候 显得一部 并且修稱 即打另外一班 跟赛里面 中华不会 比赛的最后时刻 现在苍州熊师就把自己的进攻线 又整体给推进上来了 这场比赛胜负已定 但是自己的主场 苍州熊师这边是希望能够争取一个更加积极的结果 这又是迫使国安队在禁区内有犯规 裁判这边送出了点球 没有 这是约位球 看看 应该是约位球 韩佳琪这边也是在示意自己的队员 再看这个球确实 但是恩加德乌也是非常气愤 好了 大家不要的心意在中路丢球 韩佳琪这边也在招呼自己身前的队友 这时候局面还是要稳一稳 violー依捡 唯会 followers 跟口罩 Death 21 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了 目前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比赛伤心不值的时间不会长 看看国安队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进攻一端 是不是还能够再有一定的威胁打出来 外围直接起找远射 这球打偏了 也是非常遗憾 应该说看得非常清楚 有个小的变相 赛前应该说 苍州的主角恋赵运哲也是 也想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苍州雄师这边呢也是开始打外围的这种远射 两边现在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平稳的度过比赛的最后的这点时间 接下来可能心里都会思考 接下来这各自的赛程了 方浩这边是和燕子豪 两个人有一个对抗之后倒地 这球没有出牌吗 没有跟上 但是从刚才进行扫过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燕子豪是一个犯规啊 对是一个双脚离地的一个产球啊 我们看看有没有慢动作 从这个角度再看啊 对啊 这球是一个明显的球都出去了 是一个双脚离地的一个犯规啊 难道没有牌 现在还是我们说此时此刻对于比赛的第一要务啊 就千万别有球员出现受伤的情况 另外双方虽然都在这个时间段 希望比赛的最后的这点时间能够平稳度过 但是你对于裁判来说 你在场上你基本的规则的动作 你这个判罚还是要做出的呀 对呀 全场比赛两分钟的伤情捕食 但是刚才燕子豪的这个 双脚离地的产球的动作 主裁判没有更多的进一步的表示 张成诺 后方线上连续的转移 藏族行事队这边在中场抢一抢 国安队在这个位置丢球之后呢 也是反抢犯规 诶 施克里奇 这 应该说这个比分就是双方都没有必要 转中球再往中间打 毕竟国安队把这球解围出来 看有没有反击 哦 人球分锅啊 快速向前推进 施克里奇还是挺有经验的啊 刚才守在了防线的最后 以避免出现更大的一个防守的空档 李磊 飘成 二打一 我交相要两个人的配合 飘成外围直接打门 双方到最后的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打开了 两边都踢的有点异性阑珊的情况下 那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是想看到这种配合 你多做一些这样的进攻配合的尝试 高天忆被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 与此同时呢 本场比赛的当局裁判王靖也是名上结束了双方的这场比赛 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因为公安队已经是大比分的领先了 所以双方在场上多多少少就是以最平稳的一种方式 然后来结束剩下半个小时的比赛 可能最后的这半个小时 让大家看起来这比赛的质量和内容相对要打了一定的折扣 但是这并不影响 对于北京公安队来说 这是一场客场的大比分的完美的胜利 对 而且这场比赛整个体现中的内容也是应该说非常好的 也恭喜北京中央国安取得了今年第一次的三连胜 北京公安队在这场比赛大比分击败苍州雄师之后 在主客场两回合实现了对于对手的双杀 而且这样的一场大比分的胜利 其实对于客场远征的球迷来说 也给大家的周末一日游带来了非常好的心情 对 结束这场比赛之后 大家会带着赢球的喜悦来度过接下来今天晚上的生活 对 但是王刚跟高天翼可能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国安队在接下来将会在8月31号的时候 在足邪杯在主场来对阵山东泰山 迎来本赛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重量级的对决 届时我们将会给大家来直播那场足邪杯的金鲁之战 我们到时候再见 31号见